關鍵的時間點 這一個頒發榮譽黨員狀的原因 是之前郭台銘用他的媽媽的名義 借了4500萬的無錫的借款 給國民黨發薪水 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頒發給他這個榮譽黨員狀 不過這件事情發生是在民國105年 105年借的錢 結果現在108年來發一個榮譽狀 吳敦義到底在打什麼算盤 這個情況其實非常明顯 郭台銘他想要選總統 他可能選總統 而且他很可能會是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這個事情 已經不是個假議題 他現在變成是 正在熱騰騰上演的大劇 秀琳姐給大家看的這個比較大一點 我稍微把它放更大 給大家看框起來 郭台銘如果是失聯黨員 你恢復黨籍之後 交1萬塊就可以當中生黨員 我們去幫他交 不管怎麼樣 總會有個規矩卡在那邊 如果你曾經已經失聯 你恢復黨籍 你要回來入黨四個月 才有辦法參選公職 有相關的一些規矩 那麼現在我要給大家看這個東西 放大 把它圈起來就告訴你 這件事情從今天開始 今天4月17號 不用再討論了 就是要不要選而已 沒有能不能選的問題 就這樣直接界定 你看他講2016年的時候 郭台銘以黨員身分 他直接告訴你的他是黨員 你去追究有沒有用 因為現在黨中央告訴你他是黨員 所以1萬塊的黨費 從這4500萬裡面扣了嗎 1萬塊就可以當中生黨員了 一個借了4500萬 而且無息 無息率只要超過1萬塊了 所以你也不用去徵結這些細節 4個月失聯還是現任 有沒有資格效 都沒有在談的必要 因為黨中已經告訴你 這個人他的名字叫郭台銘 他的身分是我們的黨員 時間在2016年 所以2016年就是黨員 你不用再講說 現在2017年4月 把你當榮譽狀的目的 就是在告訴大家說 不必在講說 他到底有沒有資格這件事 沒有4個月的問題 因為他2016年就已經是黨員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還在告訴你 他對國民黨 所以說是公在黨 不一定有公在國 公在黨 黨最困境 最拮据的時候 他用母親的名義 以他的黨員的身分 母親的名義 4500萬元無息借給國民黨 所以任何一個國民黨黨員 現在站出來 這個人對黨 他是黨員 而且還無息借錢 你有沒有辦法比他更愛黨 你現在跟他講 他沒資格選 你先站出來 所以大家在這個時候 就不知道要不要出手的時候 再補一刀 這個人他叫郭台銘 郭台銘同志 黨員同志 然後我欣逢他入黨50年 你入黨沒有50年的 你也不用講了 所以三把刀插在桌上 來 比他更有資格的 你有比他出錢更多的出來講 你入黨時間比他更久的出來講 沒有的話 那不用講了 所以我現在把它放大給大家看 這個內容告訴你就是 郭台銘的參選資格不必再討論 從4月時間開始 好 這第一個 這是一個比較大張的黨政 對 第一個就告訴你了 這個人他不單是黨員 而且還是榮譽黨員 所以不用再討論他能不能參選 第二個 郭台銘在這兩天的時候 他有主要的幾個論述 第一個就是說 應該一般我們都講客孫 可是他這邊講客兒子 反正不管 媽祖跟關公都對他非常的照顧 他也是非常虔誠的信徒 然後媽祖跟關公都告訴他 要出來 關公有說嗎 關公後來他去武聖廟的時候 他有講關公也一直告訴他 對 所以關公淡水的武聖廟 媽祖板橋的慈惠宮 都告訴他你要出來 他說我一定要聽媽祖的話 答案就是要出來 他也補了一句就是 他希望家裡能夠 五代同堂等等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大家有沒有意識到 我剛剛講的這東西都是 郭台銘的個人的意識表述 他想 他覺得他應該 或者是媽祖徵召他出來 不是黨徵召我 是媽祖徵召我 媽祖徵召我 可是黨的程序不徵召 我不接受徵召 我一定要參加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好 觀眾朋友 我現在先把它跳出來一點 現在堅持一定要黨內初選 是王金平院長 所以說他跟王金平 是在做一種意外合嗎 現在堅持一定要有一個黨內初選的 而且他等著黨把初選的桌子 來出來的是王金平院長 朱立倫反倒說如果要徵召的話 我可以接受 一個非得要初選 而沒有經過初選 就可能要自己參選 又或者是打死不退的人 是王院長的同時 王院長還有馬前總統 這些都跟郭台銘交情很好的時候 他跳出來講說 我要參加黨內初選 誰可以說不行 而且黨已經告訴你了 不要再講四個月什麼資格 恢復什麼黨籍什麼的 他就是可以 這個時候他要選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下個禮拜開始 應該說這兩天開始 就會出現郭台銘放進總統民調當中 韋翰也大膽預測一下 他會贏過王金平院長 甚至會贏過朱立倫 他可能辭出韓國瑜一點點 所以現在國民黨內的 民調最高的總統參選人 有兩個 一個是韓國瑜 一個是郭台銘 他們兩個都有國民黨的身分 但是韓國瑜 他說他不領表登記 郭台銘說 我一定領表登記走初選 這時候又用 你韓國瑜根本沒有領表登記 大家何必去推坑 去叫他要選 我不管 我一定要選到底 你的意思是說國民黨 現在一定會有一場初選 現在的狀況就是 如果非要初選 本來之前說不要初選 我把它講得更白一點 因為等一下大佬一定會挑戰 就看哪裡講不好 我這個習耳恭聽 國民黨基本上 他的走法是不初選 因為就知道韓國瑜 本來是說不初選 你一定要非得初選的話 韓國瑜不領表的話 沒關係 還有一個郭台銘 所以我今天再更跳動 我跳兩步了 第一步就告訴你接下來 我跳到第三步就是 郭台銘現在可以參加 國民黨黨內出選 而且可能勝出的機會是非常高的 而且這個狀況就會使得 我們過往講的 那個王金平院長的問題 無法解決的問題 其實也就不用解決了 因為那要初選 你要戰 那變戰 最後會是這樣 可是就等於 韓國瑜沒有機會了嗎 我的看法不太一樣 韓國瑜在美國講了四靠以後 郭台銘馬上幫他補充 他也沒有說他講得很爛或怎麼樣 他幫他補充 就是所謂國防抗民 我們現在兩天有談 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過去這段期間以來 韓國瑜跟郭台銘他們的互動 是非常的值得觀察的 包含他要賣芭樂 你嘴巴講 你有那個想法 可是誰能夠真正幫你48小時 就簡易送到大陸去 有通路 有經濟實力 跟經濟的這個基礎 有真正能夠擴展全世界 包含有利生氣 就馬上可以跟白宮聯繫 這個美國的前眾議院的議長 白天的行程 公眾人物的白天行程 那就是做表面的 晚上跟賊吃飯 那才是交情更深的 所以他在對中國大陸跟對美國方面 基本上我相信現在藍綠政壇 也很難有人講說我比他更熟 因為他靠著經濟的實力 所以有沒有可能最後的走勢 是郭台銘願意參加 國民黨黨內的初選 而使得國民黨如果不初選 就要怎樣的事情被解決 然後韓國瑜的部分 他所能夠比郭台銘更強 我想是庶民語言跟農漁工 所以其實最夢幻的組合 我不知道最後會不會這樣走 最夢幻的組合是 韓國瑜跟郭台銘兩個人一起出來 韓國配 韓國配 他就跟蔡賴配一樣 不可能 最後 賴老師跟大老師 最後的可能就是說 基本上大家講 因為我今天已經講到很後面去了 反正我們之前說 都不可能的事情 都一一在發生 所以大家現在也不要說什麼不可能 我們之前說不可能 是通通都發生了 所以今天就是 我就把話講到這裡 因為後續 我們還要再講一兩個月 我們還要講一兩個月 也就是眼前的這段期間 不會有我講的事情發生 可是等到7月之後 再回來看今天4月 就知道維漢講的看對不對 反正你之前也錯了5、6次 對 錯了一定 所以我把它講清楚就是說 如果是黨內初選 直接就是進行投票民調等等的 郭台銘他願意參加 所以其他的人 會不會因此而知難而退 這第一個觀察點 第二個 郭台銘參選這件事情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們應該這樣子想 郭台銘他已經不是一般的 公眾人物 他的在他的企業的 帝國裡面的成就 他應該要是說 你去想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可能已經不是單純的 為了某些事情 有人講說不可能 不管是總統或副總統 未來他的企業這麼龐大 他就不能出國了 因為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或是副總統 你怎麼再去大陸 大家可能都忘記了 現在還有視訊會議這回事 他不一定要人到大陸 才能夠繼續維持 他在大陸的一些企業 當然我相信相關的 信託財產等等的東西 都會做處理 只是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四月十六 十七這兩天 有通過台銘選總統的話題 到了一個極致 後續大家就觀察 我剛剛所講的那個話 賴老師馬上就覺得說 太誇張了 韓郭佩可能嗎 我們就有儘寬其變 真的 在台灣的政壇 太誇張了的事情非常的多 當賴清德去登記的時候 民進黨所有的人 也是說太誇張了 所以太誇張的事情真的滿多 不知道會怎麼發展 韓國瑜在這次去美國 我們看到他在幾次 僑胞的場合 他的談話 事實上對外好像看起來 是在對僑胞 事實上他是在對國內的民眾 在講這些話 所以很清楚 事實上 我認為他心裡面是不排除 他必須要出來一戰的可能性 很清楚 而且一次一次的談話 他的訴求也好 他所告訴民眾 他的一個高度跟格局 我覺得今天郭台銘講一點 他說 如果我今天要出來 投入2020選舉 我絕對不接受徵兆 我要參加初選 其實凸顯民進黨 現在全黨要挽救一個 民調低迷的蔡英文 這是違反民主原則 國民黨是請全黨之力 希望推出最強的候選人 民調高的 可是民進黨我們看到的是 你要壓制一個民調高的 可是你就要力拱 盡紅荒之力 提一個民調這麼低的蔡英文 所以兩項比較看得出來 民眾應該要看好就是說 尊重機制的國民黨 而不是違反民主原則的民進黨 最後我個人 我試著在想郭台銘 到底這一次為什麼會出來 我覺得至少站在他的角度來想 Nothing to lose 也就是說今天他如果宣布出來參選 他堅守我要參與初選 如果今天就算初選不過 或初選過了 我大選沒有贏 但至少第一個 他可以回到企業經營 第二 他仍然可以跟美國 或是大陸維持這樣暢通管理 而且他墊高了他的高度 我曾經參選過中華民國總統 而且他說話的分量也會更大 所以我認為基本上 他在也許兩天之後 是否正式出來參選 我的判斷機率非常非常高 否則他不會說我考慮兩天 可是你認為有可能是出於 他自立的角度去思考 因為你說他 nothing to lose 他就算沒選上 但就算沒選上這個選項 是國民黨現在最怕的選項 所以才一直說 我不管是徵招 還是初選 還是特邀 還是什麼 就是要推出最強的 照你剛才這個分析 不就是郭台銘把國民黨 有可能推出最強人選 假設我們認為最強人選 是韓國瑜這件事情 這條路給擋住了嗎 對國民黨來講是好的嗎 我是說就他個人 在評估各方因素 他可能不會顧慮這麼多 不像一些政壇來講 不是說他思慮不周嗎 也不是思慮不周 他有想說他過去做決定 他一定是當機立斷 他一個這麼大企業的經營者 但是就這件事情 我相信他深思熟慮 但是至少他比較不會 瞻前顧後 就不像一些政壇老將 他可能考慮說 這是我最後一戰 所以我認為 我是從這樣的一個角度思考 他很有可能 極高的可能性 他會宣布參選 但是至少我覺得 從國民黨的角度 不管是韓國瑜也好 郭台銘也好 都是王牌 而且至少確立 我們是尊重一個 初選的提示 那你覺得兩個人的 勝選機率一樣嗎 你說面對大選嗎 我覺得當然 因為現在可能的對手 不管是民進黨的候選 不管蔡萊 還是柯文哲 至少韓國瑜很明確 他的民調都是最高 我覺得接下來 一定有很多郭台銘 被加入民調的這些數據 會出來 我個人判斷了 郭台銘應該至少在黨內 不會落後於朱跟王 對於相較於蔡跟瀨 我相信他的民調 也不會太差 我認為至少韓跟郭 應該在目前台面上 已經宣布 或可能要參選 2022年人選裡面 應該都是屬最前面的 為何要被聯繫 出品 出品 英文 喊 會 說 當然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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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